Hello 大家好 我是漫畫狗 歡迎來到這個動物之心 在看我這條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給我一點支持 就是like我這條影片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按鈴鐺 去看著我的動向 還有可以share 給你喜歡看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點支持 那我們就繼續 努力去拍這些影片 給大家看 回到正題的開箱 今天的遊戲 還有一件事想說 我們一邊參觀 我的島 我想留下我的島的名字 在第一集 大家看看我的島的什麼名字 我們參觀一下我的島 之後再說一下 我還想說的什麼 大家都知道 我星期五晚上 直播打 有看的大家都知道 不要說大家知道 有看的大家都知道 星期五晚上我直播打 Bihazza 3的重製版 我爆了之後 有一點感想想說 其實 整個遊戲 我當時都覺得OK 滿意的 但當我昨天 星期六 直播完星期六 再打爆兩次機 就知道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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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情之後 就輕鬆了很多 之後再去感受一下 這遊戲的感覺 的評價 我突然發覺 就有一種 不太好評的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 大家都要清楚 Bihazza 3和Bihazza 2 之所以是一個經典 原因是因為 是雄屎一樣 其實Bihazza的主題裡 雄屎是一個很大的商機 很多的作品 都喜歡圍繞著 雄屎的環境 去重製 所以 這個作品 之所以經典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 這兩集的經典 而且這兩集的背景 特別有吸引能 然後 也不是這兩集 這兩集很恐怖 但當恐怖的遊戲來看的話 也不會是最恐怖的幾隻 所以 我始終覺得 他之所以紅是因為 好像很近 因為他有大城市 有喪屍 這喪屍是人 這感覺 好像真的會有機會爆發出災難的感覺 所以 大家在時候 尤其是外國 對於喪屍特別著迷 之後 我們想說 這遊戲 要我推測 自己憑我的感覺 在美國 當年的巴哈薩3 因為巴哈薩3 是太受歡迎 所以馬上 叫做 搶閘 再製造一隻出來 所以 巴哈薩3 比巴哈薩2 少很多 巴哈薩2 有幾個分支 巴哈薩3 是完全沒有分支 所以只要一個故事 同生故事 所以 玩的時間 遊戲時間 也相對 短很多 而 這一集的巴哈薩3 也是一樣 就是 整個故事 都是相對 比較 像是巴哈薩2 的搭食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會看到 有的東西 不是多了很多 就是 差不多 玩法完全一樣 不在話下 地圖會有 原住 也有回到 洋館的警察 是警察局的 但是 哎呀 死了 但這集 也一樣會有 某程度上 也是 用回連貫 但大家都玩過 都會知道 整個故事 都不同了 這個故事 特地回到 STAR 警報 這件事 都變得不必要 亦都在想像 因為 阿Jill 這次是 Karls 更加顯得 無必要 所以 其實某程度上 我有些覺得 一來想 借電視鏡 來懶 那一段 地圖 製作 這次是 公序 之後 和大家 亦都會被 某程度上 某程度上 騙了 就是他 特地告訴大家 在這集 上一集 出現過的 兩個角色 川普老闆 和 Marvin 即是 警局的 新華警察 他們 會在這集 出現 玩過的人都會知道 Marvin 和 川普老闆 他們出現 都只不過是 出來 看不到 就沒有任何 劇情的交替 或者影響 就是 跟上一集 巴薩爾的時間線 劇情影響 沒有任何掛勾 某程度上 都可以叫聰明 就變成了 不會有任何矛盾 兩集的時間線 有關聯的故事 而兩集當中 少許重疊都沒有放進去 就顯得你沒有心機去量重疊 所以 這一點 我覺得 做得非常 不一般 不可以說不好 然後 之後 就 整個故事 他有幾點 想特意去扮 和巴薩爾的 做好相似 咦 新魚 麥魚 魷魚 魷魚 但是 其實有些位置 好像很沒必要 例如 第一 追跡者的設計 跟Mr.X 非常相似 他本身也想 做回一個 像Mr.X 那種緊張感 在追跡者身上 就是他會不停追著你 被人打死 他也會不停追著你 但是 反而 其實在遊戲中 你玩過都會知道 其實這個部分 相對來說 非常短 在巴克薩爾的 招呼者追捕 Leon 或者 女子國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CARE 的情節 都不是特別長 但是 都會有 而且 都會有緊張感 因為 在迷之的人身上 放了很多 令人緊張 或是令人心寒 例如 背景音樂 或者 其實 當你設定的時候 你會在 背景音樂中 聽到 雀道聲 這些都是 他們用來 製造恐懼感 給玩家的方法 但是 這集 其實 這集 尊敵者 是完全沒有這些 用途的 我是聽不到 他的專屬音樂 也同時 因為 出現的時間 相對比較短 的關係 我也是 感覺不到 那種緊張感 在我身份 出現 只不過 我知道 這段時間 沒有了 那種 令我 很害怕 很害怕 第二 就是 上一集 自從 巴薩7 開始 那種 那些道具 當你拿了上手 你需要 去檢查 裡面 機關 這個功能 做出來 都多餘 因為 這集 完全 你不需要 用這個功能 去看任何東西 除了 一個 在地鐵站 有個 箱 就要三個 寶石 如果大家 有看直播 就是 拿完寶石 但是沒有 去開箱 那些 寶石的箱 我敢說 是有這個 檢查 另一個 就是 當你打下了 追擊者 他會擠出一個 工具 有強化配件 也是 需要用這個 檢查系統來看的 從此之外 所有 故事裡面的任何 道具都沒有了 這個功能 需要 而其實 把整個遊戲 重鎖的關係 其實 你可以有更多 不同的 劇場 令到 玩家在玩的時候 也需要 用這個功能 去 開 道具 來 去看 有什麼 利用 就是 打一些 鎖 但是 完全沒有了 這個功能 有這個功能 變成了 可可無 就是 你不用 你不整 其實你完整的功能 對於整個遊戲 的 遊玩性 是沒有什麼大影響 也令我覺得 好誠意 相對來說 整個遊戲的劇情 都算很快 所以 故事來說 也算很遠 但是 所以 我也這麼說 我自己覺得 在劇情方面 沒有什麼 特別的 心機放下去 整體 如果在恐怖遊戲來說 又不是很恐怖 在動作 或者故事遊戲來說 又不是特別出眾 我會覺得 是 有點 失色 就是 我 對於 現在的成品 我真的覺得 是一種普通的遊戲 一種好玩的普通遊戲 不是萬眾奇在 有什麼 好像 神一般的存在遊戲 這集最底站 只有女主角 這次真的做得好 不像上一集女主角 其實 上一集我都要去看 慣了 我才覺得 OK 而不是 本身 覺得很漂亮 因為 他用了真人的關係 他都會 保留了真人的 一些瑕疵 在他 那個 哈哈哈哈 哈哈 瑕疵 在他的遊戲 所以 就 變成了 那些 加了一些 無謂的感情線 就是 說到 CARS 喜歡 阿Jill 但 其實 之後 你爆機 他們之間的感情線 又 沒有特別 再交代過 什麼 但 Leon 和Ada 這條線 一直傳統的關係 他們 有交代 很特別 在劇情上 感情線 在 Leon 和Ada 中間 那種 被Ada 收拼 的感覺 是大家看到 很有共鳴 很有反應的 但 阿Jill 和KARS的感情 令我 很明顯 覺得KARS 擺到原來 阿Jill 又很高 但劇情上 你有沒有再多寫 一些 他們之間的 一些 名誉 的經歷 給我們 這條感情線 就放得 有些多元 所以 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套 沒什麼成績 和上一集 舊版的Balhasa 相同 是一套 因為Balhasa 2 很穩得 而強行 弄出來 添食的 這就是我打完Balhasa 三次爆技之後的感想 所以大家 如果到現在還沒玩 又不是到現在都忍受 我還沒買的 那我都可以給大家一個建議 不要買了 等特價 如果真的很想玩 而我真的很有印 就看著別人的直播 看著別人的影片 看看劇情 就再想好不好玩下去 我就覺得這遊戲 四百多元買 是不值的 我是想叫回水 回一半都可以 我覺得這遊戲 不值得 特價是沒什麼特別的原因 但我覺得這遊戲是值得 所以 四百多元很貴 而質素 我覺得真的天成 完全不是很... 很好玩的遊戲 還有一件事 我想跟大家說 我猜大家很多人都會看得到尾 又會有機會 有心思看得到尾 我直播 今集有一個最好的 就是 這遊戲就變成了成就 用一些點數去換隱藏物品 暫時我打了三次機 也沒有因為用隱藏物品的關係 是拿不到任何成就的 即是說 你把打得越來 你越來越成就越多 你也可以令你的戰鬥力越強 玩的遊戲也相對越輕鬆 但我當然還沒這麼瘋狂 拿到無限火箭炮 但如果拿到之後 有機會可以用無限火箭炮 來剪掉這些遊戲 剪掉這些難度的關係 同樣完成成就 來拿到新的隱藏物品 相對來說 比一些不特別玩得厲害的人 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去繼續玩這個遊戲 這件事是我覺得最抵賺的 因為我真的認識有些人 在上一集裡面 最終都沒有辦法拿到無限火箭炮 或者無限白銀機炮 有時候這些東西 不是攻略解決得到 而是好像我們這些 人到中年 是真的沒有那麼好的反應 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 所以這件事是很刺激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刺激的 這件事是值得鼓勵的 我喜歡這種方法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覺得好看的話 給我一個讚好 或者分享影片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甚至按鈴鐺 我們下集再見吧 拜拜 都會見到這裡 阿神 這件事是想像